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8日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神钢幼儿园三角分班 日前传出地方收到公文 无预警的停招 而且明年将歇业让家长措手不及 也影响到地方发展 经过了解因为活动中心出入复杂 而且没有无障碍设施 教育局才考量要官班一地安置 而里长、地方民大以及家长等相关单位 错愕之余也积极进行协商 所幸后来幼儿园顺利保留也将继续招生 但地方认为未来相关事宜要和民众充分沟通 而不是消极处理才不会影响大众权益 小朋友开心地排队准备要到附近来散步 与同学在一起快乐学习游玩 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光 这是未在神钢区幼儿园的三角分班 不过在日前地方却收到公文 吴玉锦要宣布停招 114学年度要写业 最近的话他要把我们这个三角分班 给我们收掉 而且是很紧促 就是一直公文下来 大概一个礼拜就要停招 就是今年度的招生他就给他停止 地方表示三角分班从1998年 就在活动中心收拖是当地唯一的公佣 112学年实际招收27人 而幼儿园一楼与社区活动中心共用 经过了解 因为担心出入人员复杂 再加上没有无障碍设施 教育局才考量药灌办一地安置 神刚有五个分班 那么这五个分班我们三角是第一个 想要被裁测的一个分班 我也在这里我也问了我们这边的老师 还有家长 他们都相当错误 就觉得说 就办得好好的啊 那么我们的小孩子在这边读 也相当相当的快乐 经过沟通以后 目前我们幼儿园三角分班 就是继续来招生 目前的一个相关的设备设施 那我们教育局这边 也会尽力来做处理 那有需要公所这边配合的部分 公所会鼎力来相助 里长地方民代及家长等相关单位 错而之余也积极进行协商 所幸后来幼儿园顺利保留 后续也将继续来招生 但地方也希望未来遇到相关事宜 应该先和民众充分沟通讨论 而废一纸公文就定森时 接下来召唤台中仓报道